浊西乡清水部落饮用水混浊让居民不敢饮用 玉里消防分队特别派两部消防车到部落两个地点送水 村长表示主要受到去年豪雨的影响 水源区上方的山壁崩塌导致水源渗入泥沙 同时过滤池也没有作用 部落检疫自来水的饮用水混浊无法使用 居民怨声四起希望有关单位尽快解决 部落饮用水混浊让居民不敢饮用 玉里消防分队特别派出了两部的消防车 分别到部落两个地点来送水 村长说主要是受到去年豪雨的影响 水源区上方的山壁发生崩塌 导致水源渗入泥沙 同时过滤池也没有作用 我们这个水混浊 那是清水部落 山下部落 已经差不多有两个多月这样走一个时间了 连上方一个长梁领道 那边整个都摊放 下一株流着泥巴 那就变成混测 那当然我们也是有那么大的过滤池 当然过滤池还是没有 好像都没有什么效 公署表示已经请县政府协助并且完成出刊 县议会也组成了专案小组督促 期望尽快解决部落饮用水的问题 部落简易自来水的饮用水混浊无法使用 居民是月神四起 希望有关单位能够尽快解决 记者高松松 主席乡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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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